L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愛莎 我喜歡旅遊 因為旅遊是一種生活上面的一個 經的發現 因為日本大到好多好多地方是 連日本人都不知道 那種風情會去了會非常的感動 會覺得你是在那種 有一種繪本裡面會發現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怡沛 我的旅行方式就是 No plan is good plan 我最在意的是 我想要吃跟玩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在第一集的節目裡面 我去了零路賽車場 我可以這麼近距離的 聽到F1賽車 就是從我前面呼嘯了過 就是你的心會跟著正的感覺 而且我也開著租來的車子 然後在F1的賽道上狂飆 沒有限速 我們去了很多都是日本很秘境的露天溫泉 然後在前面就是那種很大山的那種美景 就是完完全全你一個人包場 然後下著超大的雪 然後你泡在42度接近45度的湯裡 這就是人生啊 我的新節目 旅日達人秘籍 即將要在LTV開播囉 要邀請LTV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收看旅日達人秘籍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